《空間繪畫》 關於空間繪畫 實際上就是最初是源於在空間裡面 就是複製某種場景 然後呢 這件作品呢 我覺得就是已經慢慢脫離開 空間繪畫的一個這樣的一個界定 我覺得更是一個立體繪畫 在一個傳統的一個範圍內 比如說從我們古代的壁畫 山洞裡的演化 這些因素受到啟發 所以說就是這些作品呢 實際上也是類似於就是 在一個建築物體上面的一種塗抹吧